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我们在小姐 张姐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传奇中的人物 我感觉是一个妙孽 今天这个完全就是全部都是位置的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调 所以现在说外面很快 有你感觉 我最担心其实是因为我昨天刚到重庆的时候呢 我就有点感冒 就很难受 我就担心得不得了 还好 今天一切正常 我还感冒吗 没有办法抑着 喝口 好尴尬 我紧张得要死 我看见了 我看见张姐了 张姐好 我叫周深 你好 你看我们两个好像很有默契 穿衣服 穿衣服 穿衣服完全一样 然后今天刚好是母亲节 就用节日快乐 谢谢你 我们上去 好的 你现在带我去哪里 去人家聊天的地方 对 等一下 我刚看到一本书对你来讲好像很重要 小王子 是不是 对 我演唱会有个造型 就是小王子的造型 小王子的造型 是不是 我记得 对 我觉得好像每个人来到这个社会 就特别像是小王子 去到其他星球一样 去见到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人 很希望能够像这本文化文学一样 就永远就有这样一个童真的一面吧 而且他一直在寻找自己 对 一直在寻找自己 那你的玫瑰花呢 他没有找到 他没有找到 扎心了 扎心了 在这儿啊 就在这儿啊 对 这就是书店 对 那我们先坐吧 好 我们先坐 好尴尬 我以为你要带我去一个 比较秘密的空间 比较秘密的空间 这里 对 这是个唱歌的地方 唱歌的地方 不是 我们常常讲说制作单位 常常就要我们 坐下来访问什么东西的 我就觉得 访问其实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 我也这样觉得 你也这样觉得 是不是 主要他们问我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 然后他们就说 让我猜想一下 跟张姐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见面比较不尴尬 然后我就想 张姐也是歌手 我也是歌手 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唱歌的环境 然后结果他们就搬了一个 移动的小KTV过来 我又发现把这个气氛弄得更尴尬了 没关系 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东西 让我们不尴尬 好尴尬 好 好 因为我觉得去KTV 我觉得有一种加班的感觉 我有一次被人家在KTV 唱了五次 爱的代价 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去唱K 你不会被人家这样要求吗 我会 就让我一直唱大鱼 对 那现在不能讲 我们就只好出去讲 对 我们就出去吧 好 我们聊天 没想到吧 果然是一个让人尴尬的东西 好 你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平常 你平常不紧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平常 话比较多一点吧 那我现在话已经很多了对不对 对 我差不多已经好很多了 是吗 因为我以为您是一个 会非常严肃的一个老师 是吗 对 因为张姐您对我来说是一个 传说中 传奇中的人物 所以我会很害怕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宅 然后也没有什么 那么多爱好的一个人 我可能就只喜欢唱歌 所以偶尔就在家 宅在家里看一些动画 或者看电影 你喜欢动画 我您听的时候 你喜欢做那 卡东人物的声音 对 我觉得那是好玩的 我也很喜欢听声音的变化 对 那我想问一下张姐 就是您听过 杀猪音吗 就杀猪的声音 没有 那我就模仿一个杀猪的声音给您听 好 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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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您这样会模仿我 模仿杀猪的声音 你和我心中想的女神的样子不一样 就是会觉得 你的人生有意义吗 我以为会是这样的 你喜爱你的事业 必然就会在那个里面找到 乐趣 对 你现在经历过这么多的表演 还有经历过这么多事 应该没什么好恐惧的了 不会 我还是很恐惧 但我知道张姐是一个 应该可以说是 什么都不害怕的一个人 才怪 是吗 你觉得哪一个表演者会不会吗 你以为李宗盛或者是 奶茶 奶茶他们走出来之前 都会紧张吗 那个心跳不会加速吗 都会啊 我以为只有我会 当然了 所以 所以那个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了 对 我一直在看你的牙齿 妈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训练过牙医 对 因为我今天 我今天第一个大学专业是牙医 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牙齿 老师我就读了大一 我还没有到专业课 不行 那你一定也知道一点吧 我 用牙线 老师放过我吧 我真的读过牙医 我真的只是忘记了 我也用不上来 没有 不过你 你专心的地方不在哪儿嘛 一直很想问你的问题就是 你在什么时候突然间说 我就是要变成这个样子 哇塞 说实话 我现在还在找寻当中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 我可能会比一些 就是比歌手们会多一条路 就是要先让大家去接纳 像我这样的身体发出这样的声音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相信你小的时候 因为这个声音一定很多同学们 像你 超多 有的时候 在小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没想到到了大了以后 是变成你成功的因素 对 对 发现是被大家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真的是没有想到 对啊 所以多好啊 我其实觉得我会有一点点迷茫 对 就是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然后后面就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想用歌声去接近大家 但其实我擅长的风格是离人很远的 对 所以我就其实有一点点一点 像是在挑战这个方向 我相信你还是应该会找得到 希望可以成功 就好好的 就是好好的利用你自己有的天分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好 那带我去哪里 你不要问嘛 我带你去嘛 走 不要怕 你的经理人 我来搞定 走 走 突然被带走了 去玩去 一切都很未知 你就去看动画 我比较喜欢 也没有只看 我喜欢的这些动画里面 它更多都是说的是 人之间的一些羁绊 或者联系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向往群居的一个人类 但是 我又很宅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 可能是在念书的时候 你并没有找到一帮朋友 是的 从小关系好的其实没有很多 还是比较内向吧 就不会那么的 就敞开心 敞去 然后自己又对自己 有的一些东西觉得很害怕 对 又觉得很奇怪 我看见了 好尴尬 对的对的 师傅 观察那状态特别好 但是我们走错路了 我们去闭门 这个状态我也不是演员 我演不出来 我刚才没敢打 去闭门了 对 你那个时候考的时候是考完吗 我考的是艺术特长生 然后没考上 你是庆幸自己没考上呢 还是觉得遗憾自己没考上呢 我听完没考上是三个字很扎心 大型射死现场 就是社会性死亡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网络用词 是什么 就是让你尴尬到想离开这个星球 的一个场面 是呗 就叫社会性死亡 你们有太多的名词 我都不懂 网络用语 没事不用等 他们那天跟我讲 网生网生 我说 网生不死掉的人 这边就网生 对啊 好不吉利哦 原来不是是网络的 我很想体验一回大学生活 我之前在的那个学校 都是一对一的 就其实没有那么多的 大家一起住宿啊 一起生活的一个经历 所以还是蛮寂寞的 对 就感觉就没有那种 大家一群 群居的那种 对 一群出来一块 嘻嘻嚷嚷吵吵吵吵吵吵吵 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吵个架 或者是讨论一些事啊 或者是说说谁的八卦 对 其实我有想过 就很有可能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我 他就是跟我一样是在唱歌 然后他就顺利地读进了像可能重庆大学 然后他现在可能又在踢足球 那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对 您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对啊 如果说你今天碰到一个另外的你 你觉得这会适合你吗 说不定很适合另外一个 在重庆读大学的我 也许他也会过得很开心 足球踢得很棒 跟我全部相反 很会游泳 骑单车很厉害 足球篮球都很厉害 长得很高 这有可能实现吗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喜欢 好的 那就表示那个并不是你 可是那个是你想往中的你 哦 不是吗 是的 是 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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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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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三个好朋友 他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你们知道吗 知道 你们都知道他们现在是成功的这一面对不对 那你们也知道他们曾经也经历过一些 他们自己的一些很迷惘的时候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这念诵会 其实要念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写的东西 而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青春的时候过去写的东西 或许现在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矫情 有那么一点尴尬 可是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我们有一样的地方 就到你吧 这么快 你觉得太快了吗 那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我取了一个特别矫情的一个名字 叫做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们 但遇见你们成就了我最好的时光 你这个起标题的名字感觉还是很像你12岁写的东西 真的 很认真的 好 就小时候的周深也就是我本人啦 是个连说话都会脸红 一害怕害羞就会尴尬的挠头咬指甲的一个小男孩 他特别特别喜欢那种隔着屏幕跟网线另一端的朋友 唱歌给他们听的那种安全感 他还有个名字叫做卡布 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很小的 但是又非常沉甸甸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听到他唱歌 有一次参加一个节目 在台上站到的那一刻 第一次那么大声的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他紧张到破音 他听到了观众的切切私语 啊 他这个样子那他会唱歌吗 那个时候世界很大 但是他很小 他时常怀疑 哎 歌手是会和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吗 但是这个幸运的男孩 终于遇到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 有梦想也闪着光的一群人 他们愿意把自己身上的光借给这个男孩 让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去到越来越大的舞台 那个小小的梦想在逐渐成真 然后现在的我 特别也想替从前的他 感谢每一个听过他唱歌的人 正因为你们的聆听 才让这个小小的梦 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话 也希望你们不要害怕自己的不一样 也许他给你们带来过伤害 但是也因为我们的不一样 我们的光才更加闪耀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光 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有梦 好能写啊 干嘛 念我 好尴尬哦 不尴尬 挺好的 真的都是我的真情实感 就是 对 分享一下 很多人都很需要别人的认同 才能够长大 是不是这样子 有阵藏某种人情白胎 太孤独结末 却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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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质变质 变质 那是过期了坏了 对 走味了 他这个写的是流行的是当时的伤痕文学 他写的 伤痛文学 对对 这是什么 他脸都红了 你看他没有脸都红了 一人一句 然后再一起喝 太可怕了 这节目太可怕了 来了 要开始了吗 我喝曼特宁 窗外面 一起啊 绿的不真实 庞大的生气让人如此恐惧 我的血水 眼泪不止的流下来 我甩了自己一巴掌 还想哭 又甩了自己一巴掌 终于不那么想哭了 我对自己说 哭 有什么用 你都这么多年没有哭了 然后 我笑了 童哥 童哥甩了 天哪 有没有 不要咬指甲 真的 真的 我都知道 从小到到 爸妈都因为这打我 有吗 有 我爸妈一看到我咬指甲 就拿筷子敲我 敲你啊 就是会下意识地就去咬 那我从小到大 我是一个自己长大的人 对 爸爸妈妈都比较忙 对 都没有太管我 而且可能也是 因为个子比较小 如果个子高地站在我面前 我觉得 你很羡慕他们 羡慕是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觉得 感觉被威慑到的感觉 对 就不知道 就一些新的活动 你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跨过了那一段 我觉得应该是有了大鱼之后 就我的一首所谓的代表作之后吧 就会很多人会说 我好喜欢你的大鱼 就会觉得 我唱歌是能够被别人说好喜欢的 而且是看到我之后告诉我 很喜欢你 我觉得那一下的认可是很巨大的 是不是每个人一定需要别人的认同 才能长大呢 我发现我越听下去后 我慢慢开始理解她 我觉得她的世界会很有趣 因为就是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想 就比如我现在去听歌 我可能我听到的东西 就跟大家不一样 我会听她唱怎么唱 她们这个歌怎么编的怎么编 但是她把它放到 她喜欢做的那个事情上 我觉得以后会跟很多人不一样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 原来这个东西还可以这样看 小的时候往往都是很难去接受 自己的不一样的 就小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地 变得跟大家一样 就像尤其是我变生期 男生变生期的时候 大家声音都越来越 只有我还在那 嗨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的声音跟大家不一样 对 但到了后面才发现 原来自己的不一样 是那么的珍贵的 珍贵 对 我们可以找一点没有被逼疯的人 看一下 对 这有个打印的 一个有容貌焦虑的巨蟹座女生 听起来像我 我是巨蟹座 这是您吗 不过没什么容貌 每逢有这种角色出现时 我都会陷入苦恼 到底古时的美女标准是什么呢 林波姐唱出那句 你那樱桃小嘴 全场笑翻了 但也笑伤了我的自尊心 这个人怎么越读 越有点熟悉 在疗伤的过程当中 我学会了独处 我窝在那巨蟹座的硬颗里 重建自信 我拒绝自恋 虽然我认为那是很多演员 必须有的一个经历 天哪 我才不要变成一辈子 躲着这个皮铁颗里呢 千万不要期望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 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 我觉得最后这两句 实在是太有用了 这种人的一项 这个人都在死 这种人的一项 我都在死 你更多的就是 我靠在那里 你赶紧 我来的一项 谁都在买 你这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小学三星级的水平 没事 有我电底了 没有 你 没有 你 我刚才以为你能能电底 后来发现我 你很没有礼貌 后来 后来我一听完你后面那 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 我没说 就是 就是 是